馬總統曾經多次向美方表達 希望能夠採購F-16CD以及潛艦的軍購案 不過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果 而英文台北時報的副組長寇密江 投書亞洲華爾街日報表示 台灣幾乎各領域都遭到了中共的滲透 除非馬英九總統清理國軍門戶 否則美國不會賣新艦的武器給台灣 不過今天國防部態度強硬出面譴責 表示這樣的評論自虛烏有 亞洲華爾街日報30號刊出一篇 由英文台北時報副組長寇密江的評論 內文中指出中國情報人員 幾乎滲透到台灣的各個部門 除非馬英九總統清理國軍門戶 否則美國顧及到國防科技流入北京 因此不會賣先進武器給台灣 對這樣的說法上午國防部態度強硬 表示評論是子虛烏有 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毫無根據的指控 這一點國防部深然表達遺憾之外 還要嚴重的予以譴責 如果說報道屬實 美國不可能在這段時間 持續供受我們這麼多 我們國家需要的防衛性的武器裝備 評論中也舉軍火商木可順為例 在2005年企圖購買F16戰機引擎 出口到北京 而被美國政府逮捕 出以後回到台灣依舊來往兩岸 藉此指出台灣的任何軍售 都有外洩給北京的風險 而民黨上午也延續這樣的論調 引發了藍綠攻防 馬政府上任後提出重要的三項軍購 一再延遲 國務黨團表示 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國務院 因為考量中國崛起的國際政治因素 因此態度較為保守 絕非台灣被共諜滲透 美國不賣武器給台灣 記者 林宣 莊志成 台北報導